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正确的写法本次要怎样 第一,这个我们跟那位,我有一个盘可是没有苹果,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我有一个盘有两个苹果 这个呢,有两个盘,每个盘都有两个苹果,对不对 所以我们正确的乘法,应该要怎样写呢 来,我们的乘法的本次应该要怎样写,对不对 嗯,三二六耶 所以这个呢,你的妹妹来这边吃了 一个盘没有苹果,没有苹果,自己有红细,自己不吃了 其实我们的目标,每个盘都有两个苹果 所以我们就写0成而来 然后因为这个,有一个盘,两粒苹果 所以我们就写成 妹妹去楼上拿白纸,所以我下来给你写两张 不会不会,然后再来,这个两个盘 每个盘都有两个苹果 2成2,3,4 2,2,4 然后再来,这个有三个盘,每个盘都有两个苹果 3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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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对,你要记得就是说 这个第一个,我们通常会讲,我们会有几个盘,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都会讲,我们会拥有几粒苹果,对不对 OK,或者是几粒,我们的水果啦 对,假如忽然间,我盘,我在画这样的 2个盘,2个盘 吃,吃,吃了,等下你要做你的功课了,老师在教你陈发表 好,再一次 这个那天叫你做,你没有做 会做的吗?加的,不会做的 OK,来 在这边呢 我讲如果我要写正确的陈发的本事,应该要怎样写呢? 来,我们的小朋友 要怎样写才是正确的陈发呢? OK,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老师 啊,什么? sorry 128 good,我拥有4个盘 每个盘拥有2的几粒 所以128啦,反正 等会后来我改题不了 OK,现在我有的是属于蓝组 所以在蓝组里面呢 我每个都帮什么? 帮糖果 要是属于蓝组里面呢? 嗯 是属于蓝组里面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们懂得要怎样写前面后面的号码 OK 假如我忽然见过你们的时间 要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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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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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才是对的答案呢,可以念出来吗? 四乘五等于二十 Good,我拥有四个鱼缸 四乘五等于二十 每个鱼缸都拥有五条鱼 所以总共是二十条 四乘五等于二十 OK,所以你们应该 以图形来看,应该有问题了 所以图形来看,你们都已经懂得 怎样去找出正确的答案了 怎样找出正确的答案 就好像,假如我以数 数目线来做的话呢,所以我应该要这样 所以这是零 OK,假如我的数目线 我这样画法 请问,我应该要怎样做加法呢? 所以之前我们做加法的时候是怎样? 所以这个呢,第一个是零 跳来这边,第一个是二 我们再来,再来加多这个 二加二才会四 再来这边,四加二才会六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三个的二 二加起来才会等于六,对不对? 假如以乘法来讲呢 乘法来讲,应该要怎样去写才是对的呢? 应该要怎样去写才是对的呢? OK,来 二乘三 二乘三还是三乘二 二乘三 二乘三还是三乘二呢? 哪一个才是对的写法? OK 其实,这个呢,它和你的盘一样的原理来的 在这个部分,它拥有一个盘 然后它放了两地平活的存在 当到了这个部分,它是拥有两个盘 放了两地平活的存在 OK,每个盘 然后这个部分,它拥有三个盘 然后每个盘都拥有两地平活的存在 所以来,这个写法应该是怎样写呢? 二乘三还是三乘二呢? 三乘二等于六 所以这个,整个写法是三乘二等于六 你要记得,三乘二等于六 好,再来,第三题 假如我无人去比分的世界 OK,来,这个应该要怎样去写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四乘八十二 啊? 四乘八等于十二乘八 不是四乘八啦 你看,每个它都相差四 是 它都相差四 八和十二是相差四,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正确的写法应该要怎样去写呢? 正确的写法 四 Good 所以这边呢,就说每个盘它都要装四个 可是这边呢,拥有一个盘,两个盘,三个盘 所以三乘四 所以等于十二 OK,三乘四等于十二 再来,第四题 来,这个应该要怎样去写呢? 那是我指账 好,来,怎样? 四乘五 所以零到五,我们知道这边要加五啊 五去十,我们知道这边是要加五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边有几个盘 一个盘,两个盘,三个盘,四个盘 所以四个盘里面,每个盘都要装五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二,四了 会不会? 会 难吗? 会 不难 来,我们再来 第五题 第五题 老师,这些是要写下来 来,要怎样做 很谢谢,我们来看怎样做 来,小朋友,这个要怎样做 有谁会? 来,有谁会? 可以给我答案吗? OK,我们就有请我们的Justin 先了 OK,紫棋,其手了 OK啦,紫棋先 紫棋,什么答案? 三,七,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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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说,你看,这个面都在加七 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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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盘 两个盘,三个盘 所以三,二十 七,二十一 二十五 OK 来,继续一题 然后等下完 哇 要考一考 怎么样 要怎样写 到时候考试有教你怎样写的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要在那边的 要怎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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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这么你又没有叉 你要发呆啊 OK,来 等一下先啊 这位家长 我给教完了 然后给他们一题 来慢慢吵 先给你们看先 OK,来 六 第六题 OK啦 刚才紫棋已经讲了 等一下先紫棋 我们给他们参 给别的学生看看 啊 然后来 别的学生 OK啦 我们就有请 OK Justin 终于起手了 OK Justin 什么答案 三八三六 我肯 我肯 六等于三十 Good 啦 你发现 每个都在加六 对不对 啊 每个东西都在加六 所以这个也是在加六 这个也是在加六 再加六 再加六 所以从这边呢 它有几个六 一个六 两个六 三个六 四个六 五个六 所以我们就写成五乘六等于三十了 所以这个其实呢 我们就称它为 它有五个六 所以我们就五乘六了 这个呢 三个七 所以我们就称三乘七了 OK 这个四乘五 其实它是代表十个五 OK 来 我给你们时间 快点抄先 抄先 抄了 等下我们再来 抄它的题目起来 快点